中国跳水队将于2023年11月22日至12月3日参加全国跳水锦标赛季巴黎奥运会多哈市锦赛的选拔赛,包括全红蝉、陈玉希、王宗元、曹元、谢思义在内的200多名运动员将参赛。 比赛涵盖17个小项,包括不同跳台、个人权能、双人跳板和混合项目等。 中国跳水队在这个传统优势项目中表现出色,此次比赛也是选拔身家巴黎奥运会和多哈市锦赛的最优秀运动员。 赛事将在武汉体育中新游泳馆举行,门票已于11月6日开始销售。 2023年全国跳水锦标赛季巴黎奥运会多哈市锦赛选拔赛将于2023年11月22日至12月3日举行。 这是一场备受期待的盛大赛事将汇聚全国各地的优秀跳水运动员,共同角逐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和世界冠军的荣誉。 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全红蝉、陈玉希、王宗元、曹元、谢思义等奥运冠军将再次亮相,他们将以出色的技巧和卓越的表现向观众展示中国跳水队的实力和风采。 此次比赛将在男、女一米跳板、三米跳板、十米跳台、个人全能、双人三米跳板、双人十米跳台以及混合双人三米板、混合双人十米跳台以及混合全能、男、与团体等17个小项中展开激烈争夺、全面展示跳水项目的魅力和精彩。 跳水项目是中国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中国跳水队享有梦之队的美玉。 湖北省作为中国的体育强省,先后培养了周济鸿、福明霞、萧海亮、刘慧霞、王宗元五位奥运跳水冠军,获得了八枚奥运跳水金牌。 此次赛事将是中国跳水队继杭州亚运会后,全国优秀跳水运动员的首次集体亮相, 也是他们为备战巴黎奥运会和多哈市锦赛的一次重要热身和选拔机会。 全红禅和陈玉希无疑是此次赛事最受瞩目的两位选手。 他们不仅在女子单人十米台和双人十米台上展现出卓越的实力, 更因其独特的个性和天赋异禀,使得全红禅和陈玉希的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了位置和悬念。 全红禅,一个年纪轻轻,却表现惊人的选手, 她的跳跃技巧出类拔萃,以五跳三次满分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 陈玉希,一位同样才华横溢的选手, 她的表现犹如一只灵动的燕子,在跳台上翩翩起舞。 她的动作轻盈且连贯,每一次入水都如同一片羽毛轻轻落下。 在女子担任十米台和双人十米台的比赛中, 全红禅和陈玉希将再次成为对手。 她们的每一次对决都将是水面上最美丽的风景线。 无论是全红禅的优雅海豚,还是陈玉希的灵动燕子, 都将在这场比赛中展现出她们最出色的技巧和实力。 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的较量,更是一场精神的碰撞。 总的来说,这场全国跳水锦标赛不仅是一次高水平的体育竞赛, 更是对全国各地跳水项目年度训练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验。 同时,也为备战巴黎奥运会和多哈市锦赛选拔优秀的运动员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这场赛事将汇聚全国优秀的跳水运动员展现中国跳水队的实力和风采, 为观众呈现一场精彩的体育盛宴。